不法夸大站稳脚步 双方拟来我往对打速度惊人 球机了得 仔细一看 左方戴红色帽子的 竟是前桌球好手蒋红杰 而另一边则是防疫女生贾永杰的大女儿安安 未球也是标速 几乎球球都接得到 安安去年8月到美国读书 放假回到台湾 就和江红杰展开世纪桌球PK赛 而妹妹小宇也是不遑多 让展现优良的运动神经 事后贾永杰也将这些影片 PO上网直呼 这位教练等纪真的太高了 至于江红杰女儿 帮着马尾的Ella奖 则是化身小小检球员 在旁默默检球 甚至还拿着计分板 支持爸爸模样相当可爱 可爱哦 江红杰和福渊爱 自去年7月结束5年婚姻后 小孩都是留在台湾跟着爸爸 而江红杰也透露 孩子会和妈妈视讯 目前日本媒体爆出 福渊爱疑似扶正外遇的 横滨高帅男高调约会 而7号还在社交平台上 PO出像是男友视角的甜蜜影片 直见福渊爱走在飘雪的街道上 回眸对镜头露出微笑 尽管口罩遮住半张脸 但仍遮掩不住她的好心情 大陆网友送上祝福 而福渊爱穿的黑色外套 正巧是跟横滨男 约会时穿的外套新恋情看似进展神速 TVBS新闻 黄建国赵佩宇台北报道 掌握全球情绪国际新闻 全新选择 YT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